最近背费洋洋的黑洞图像备受关注,在我们欢呼的同时,还有一个更加振奋的消息,那就是人类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早在一百多年前,就已经通过理论,预测到了类似于黑洞这样的天体,因此有人把这一次黑洞的发现,当成是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跨世纪胜利, 也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了伟人洞察万物的惊人智慧,不过如相对论的聊得到,在广义相对论的框架中,还存在着一个比黑洞恐怖千百倍的物质,少有科学历史知识的都应该明白,黑洞并不是爱因斯坦发现的,它是由著名天文学家史瓦西和霍金等人发现和完善的, 不过黑洞的存在,完全符合爱因斯坦相对论中,关于物质和时空关系的论述,因此,人们才把这个悲凡的功劳,送给了爱因斯坦 从道理上讲,发现黑洞的荣誉,更应该归属史瓦西教授 在介绍那个物质之前,我们首先要简单的介绍一下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 广义相对论认为,在我们观察到的宇宙事物中,天体之间的绕行引力,是因为巨大天体的物质量压缩时空,形成了坍塌的效应,导致其他行星,或者天体,只能在弯曲的时空中,做圆周运动 质量越大,时空弯曲的程度越深,能够控制的宇宙天体也就越多 比如我们发现的黑洞,就是因为巨大的质量,往往能够牵制整个星系 而在黑洞之上,或者说在星系之上,还有更加庞大的宇宙结构 那就是动辄数百亿光年纵横延伸的宇宙长城 在宇宙长城面前,任何单一宇宙天体的存在,都是微不足道的 它是宇宙之下最为庞大的天体结构 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,任何能够规律运行或者形成固定结构链的 必然有强大的物质作为引力源,就好像太阳系几十亿年来的运行时 由太阳质量控制一样,宇宙长城的运转,就是由我们今天的主角暗物质控制的 暗物质在科学上的定义,就是目前人类发现的控制着整个宇宙运转的不可见的宇宙物质 它有可能是天体,也有可能是单纯的物质量,或者是不可见的能量 暗物质占据着全宇宙85%的质量 即便是我们认为的宇宙最大质量群体的黑洞们 在暗物质面前也是小屋见大屋 暗物质的存在,至今没有任何实物观察可以佐证 它只能通过科学家观察纤细的运转,发现诸夫马迹 因此现在的物理学界,才把这个领域,当成最神秘最前沿的科研项目 暗物质是当之无愧的宇宙主宰 它的存在也表明,人类仅仅通过我们的视觉观察到的宇宙事物 不足宇宙真实状况的5% 暗物质的存在表明宇宙中隐藏的秘密 绝对不是人类能够想象的,和已经证实存在的黑洞相比 对暗物质的研究,才能让人类在宇宙学中迈出一大步 遗憾的是人类目前的科技水平 想要发现暗物质,恐怕还有走很远很远的路 世韵说,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是个伟大的工具 并不仅仅是我们用来发现黑洞的工具 在它的框架中,我们可以得知宇宙天体质量和时空引力的关系 根据这个理论,我们仅仅需要从能够观察到的天体状况中 去判断未知的事物 黑洞就是这样被推测出来的 如果说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终极结果是什么 它能够预言的宇宙最极端的天体是什么 那么毫无疑问,就是今天的主角暗物质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我